一定要建立佛教大学 一定要把十个宗派都兴起来 不能只有大臣八个宗 没有小臣决定没有大臣 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做佛 如是道的三个根比什么都重要 那是根本的根本 小臣佛教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大臣又建立在小臣的基础上 所以认识善知识 能听法太重要了 今天讲经的有啊 能听法的人找不到啊 也就是说校养父母的人 尊师众道的人没有了 现在学生心目当中 学校是什么 是学店 商业化了 老师是什么 贩卖知识的 学学校长老板 老师是伙计 那个尊重的心没有了 学现在一点科学技术型 学圣贤之道 入不进去 听不懂 麻烦在这里 所以真正发心 要搞传统文化 把传统文化搞起来 要修最高度的忍辱不乐 为什么呢 社会瞧不起你 学生瞧不起你 还要热心去教我 这个忍辱功夫一流啊 没有这种忍辱功夫 就不教了 何必受这些冤枉期 我好心对你 你怀疑他对我 我还搞什么 多退了心了 一退就完了 所以这是菩萨事业 是佛的事业 来干这个 能忍 这就是佛菩萨 无论怎样羞辱 怎么样障碍陷害 我有一点夹缝 我还是要钻在里头干 那这是为什么 拯救传统文化 拯救真法 为这个牺牲自己 希望传统文化 大乘佛法能延续 不顾自己的生命 才能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在今天社会人 是什么 傻事 我学佛没有一个人在那 都说我迷了 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 出家了 老师不原谅你 那在家的老师 同学不原谅你 长官不原谅你 同事不原谅你 每一个人见到 见到时候 你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 可是三十年之后 这人都退休了 退休年龄都到了 再碰到我的手 你的路走对了 你现在向我走走 我就来不及了 三十年前你跟我走可以 现在你不行了 不知道 不了解 这不能怪他了 我们要不是碰到 方诺维先生 也是不知道这东西 这是什么 试出世界第一好的东西 这个行业是第一好的行业 我们是懂得 才走到这个行业 搞清楚了才走上